节目正式发布的时候 DOTA2国际邀请赛TI2024总共局应该已经出炉了 但拍摄这期节目时 TI2024的赛神还在淘汰赛8强的阶段 这里我先预言我心目中的冠军会是GG战队 如果预言成功了不妨给这期节目点个赞 至于没成功嘛 那就再加根一起和DOTA2有关的撞击节目好了 兄弟们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我的冠军预测是错误的 冠军来自 Team Liquid 恭喜TG拿到了舰队的第二个TI冠军 也要恭喜SanSan也拿到个人的第二个TI冠军 那我们就回到视频的内容吧 为了迎合TI2024国际邀请赛 这一次我又准备了一台电脑主机 在能够唱完DOTA2的同时 还能满足4K分辨率120帧的体验 而且整体价格还实惠 那这套配置究竟又有哪些 本期节目将来和各位一一一分享 DOTA2最为一款电竞游戏 整套电脑中最重要的一个硬件就是处理器 而其中又属AMD平台的处理器 所以DOTA2的性能表现极为出色 所以处理器的选择是AMD Ryzer 57500F 这是一款搭载AMD Zen 4交过设计 规格为6核心12线程的款式 最大加速频率为5G 和其他Zen 4处理器不同之处在于 Ryzer 57500F45VE 同时具备了屏蔽的核显 与保持32MB L3缓存规格的款式 这导致它不仅有着Zen 4架构 较完整的游戏性能 同时也因为屏蔽了核显 性价比也是M5平台里最高的选择之一 加上DOTA2这款游戏对于核心数量要求不高 6核12线程的规格绝对是能够轻松应付的 接着排在处理性之后自然就是显卡了 其实DOTA2对于显卡的要求真的不高 1080P分辨率下 5、6年前的显卡还是能够应付得了最佳画质特效 但这次想要在4K分辨率下 尽可能满足120帧的体验 因此显卡我是选择了这款 来自华硕的DRAW RX 7600 OC版 采用AMD的RDNX3架构设计 核心代号为Navi33XL 其规模拥有32组CU单元和2048个流处理器 以及配备了8GB GDDR6的显示规格 因为是OC版本 这款DRAW RX 7600 OC版的核心加速频率 能够达到2745MHz 而TGP功耗仅有165W 因此只需一根8B供电输入 不仅非常节能 而且还能够降低对于电源的需求 此外 秀真的身板也是这款DRAW RX 7600 OC的特色 显卡长度仅有245mm 对小姐机机箱玩家可谓是一张非常理想的选择 而那么小张的显卡真的能跑到4K120帧吗 等下你们就会知道了 锁定了最重要的处理器和显卡 接下来就为了这两个硬件来构建了 主板这一次我是选择了 华硕的TUF GAMING B650M Plus Wi-Fi B650芯片组可谓是A5平台的中六顶柱 也是最多人会选择的A5平台主板 而TUF GAMING B650M Plus Wi-Fi 搭配了12加2项数字供电用料 即便是用来带16核心规格的Ryzen 97950X 也是完全足够和稳定的 并且也配备了全新的PCIe 5.0层16显卡插槽 和一个PCIe 5.0层4的M.2插槽 而日后想要盛行PCIe 5.0层4的SSD 又或是落干年后推出全新的PCIe 5.0协议的显卡 也能完全适配 可谓是暂未来 除此之外也还多一个PCIe 4.0层4M.2插槽 两个M.2插槽均配备散热散热装甲 同时也都是采用CPU直连的通道 使得硬盘的响应速度也会更加理想 并且也采用了M.2快装设计 安装体验也获得极大的照顾 后置接口也提供了高达8个USB接口 其中还有一个是支持20G速率的USB-C口 以及配备了主流的2.5G环口和Wi-Fi6无线网络功能 当然也包括了QLED自检显示灯 在电脑无法正常开机时 能够通过自检灯的状态来判断硬件是否出现问题 虽然这款TUF Gaming V60M Plus的价格定位较高 但目前华硕家主板和显卡都提供了3加1合计 一共4年的保修时长 如果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综合体验 对于各种用途都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觉得这款主板还是值得入手的一款选择 由于时间的关系 加上剩下的硬件对于DOTA2游戏体验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 因此我只会大致介绍本次装机会用到的硬件选择 这一体内存是来自雷克萨的AERUS RGB DDR5-6000C36 16GB X2 灯光套条 DDR5-6000C36基本是M5平台最理想的搭配了 到时候直接开简Expo就好 完全不需要折腾 硬盘也是来自雷克萨的NN790 1TB PCIe 4.0XSSD 读写速度也来到了7400MB每秒和6500MB每秒 也算是目前PCIe 4.0X顶级规格的速率表现了 散热器是前阵子入境过的超频萨RG400V2 用它来压Ri-575000F确实也是非常足够了 电源是九色风物层新推出的PS850G全部组电源 850W金牌转弯率外加10年保修 同时符合ATX3.0和PCIe 5.0规格 加上全新的压纹模组线 肯定是不用担心它的 而用它来带这次的配置其实是严重获胜的 当然我公司室里头的电源目前都是850W起跳 加上这颗电源刚到我这 所以就顺带路径一下撞撞看好了 最后就是机箱 原本是准备了一款紧凑型的MATX机箱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收到 所以还是让工作室的劳模 也就是这一款华硕的追影A21继续代劳了 在我分享全套配置前 先把这一次准备的所有硬件给装上好了 装好了之后 我也顺带分享这一次硬件的大致零售价格给各位做参考 同时我也附上了多一个常规650W电源的价格做对比 当然如果想要先用这850W准备 暂未来也并不是不行 实际里还是要声明一下 本次列出的价格是基于目前制作这期节目的时间点所收集的 而你们也知道电子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 加上我也只是列出大众市场的零售价格 而不是最低价 因此本次配置所列出的价格仅供参考 另外具体的配置也可以随自己的特定需求做修改 比如想要更好看的外观可以选择240水冷 有其他3A游戏需求觉得显卡性能不够 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钱包厚度来做选择 而这配置也只是我个人相对主观的选择 而并没有绝对的最佳或唯一 当然也欢迎各位发烧友留言评论 你们觉得更加理想的搭配 方便给广大的观众玩友们一同参考对比 装好了系统之后 在全部的状态仅开启Export下 先来跑个CNPage R23 单额得分1809分 多额得分14466分 而这次主要还是为了DOTA 2 因此直接上主持来DOTA 2的实际游戏性能表现 画面设定采用4K分辨率和最佳画质设定 API则是采用了DX11 很多人可能会说不是Volkan的性能更好吗 实际上我试了那么多年 DOTA 2搭配Volkan API总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不稳定情况 而且每一次复射都会出现一些帧数落差 以至于我个人还是觉得DX11的表现会更稳定一些 也比较推薦使用DX11 这里我放出了本届TI2020淘汰在里头 败得主差距对了Teamspire決胜局AMV第一视角的回放 可以看到在默认状态下 4K最佳画质已经能跑到平均接近120帧了 要知道这可是TI国际邀请赛的节奏 平盘团战下还能够保持整群平均接近120帧 1%落着也高于60帧 整体体验非常流畅 能以如此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但你们以为只是这样 在我这里肯定不会只是装个机跑个分跑个测试而已 接下来系上我的组装操作超频 由于7500F是一颗比较特殊的处理器款式 常规的PBO设置所带来的收益其实没其他款式来得高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本身的最高频率只有5G 全摸的状态不手动打开PBO跑个R23都能摸到全核5G了 可惜7500F的本身频率定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因此这次我是选择了全核心定屏和固定电压的超频方式 听过我的一方摸索后 均中锁定在的全核心5.35G电压1.25V 此时的R23单核跑分提升到了1928分 已经非常接近大根Ryzen 7700X的水平了 多核心跑分也达到了15346分 对比全部的状态提升了6.5%和6% 完成了超频操作后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Dolta 2看看能带来多少的提升吧 在完全相同的测试模式下 7500F超频到全核心5.35G后获得了全均平均125帧的成绩 对比全部的状态提升了近7% 也算是完美实现4K120帧的目标了 到这里总算是完成了这次的内容了 说说话这次的Ryzen 5 7500F8配RX7600所带来的体验 确实超出我的预料 我原以为在激烈的团战里只能有60-70帧的表现 没想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跑到80-100帧 整体平均帧还超过125帧 要知道这可是4K分辨率而且还是最佳画质设定 这个表现真的让我有点惊喜了 这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些在我设想中的硬件没能赶上 最终装出来的迈向稍微比较普通一些 但没关系 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有意思的装机内容 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一个赞 而新鲜的关注如果能够点击旁边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